為什麼我講到馬雲君你那麼緊張啊 我沒有講你 我說我很佩服你今天的作為 如果馬雲君把他認知的毒防避案 用這樣的方式在委員會裡 詹玉萌你在怕什麼 你在怕什麼 要確認真是檢舉案檢舉什麼 鄭文燦是被害者 最近喔 大家都知道 吵得沸沸揚揚有兩宗 這個桃色新聞 我直接在今天的委員會裡面 要要求我們相關單位 應該對最近我們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副院長他所被指涉的 有沒有跟女子來開房間 的這樣的一個事件 那麼要進行一個積極的調查 因為在事件發生之後 影片曝光之後 我們副院長第一時間 是講這個時間 年代久遠 而且說影片經過變照 我們法務部長也說 現在呢我們的技術 比如說包含影片有沒有經過變照 甚至呢這個影片有沒有涉及到 有沒有被合成或者AI的身為技術等等 目前我們都有這些相關的技術 所以呢我在這裡呢 我提供 最近在網路上所流產的 就是被認為是我們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到飯店裡面跟女子開房間的這樣的一個影片 我不曉得鄭文燦副院長他現在到底有沒有提告 但是因為今天涉及行政院副院長這樣的行政高層 我認為一定要趕快做一個明確的釐清 所以待會我就會把直接把這個影片 USB裡面提供給我們法務部 是不是找我們相關的單位 然後我相信在一個禮拜之內 你們可以提出 這個資料我會轉給承辦的機關啦 還有監視的機關他們來處理 但是能不能在一個禮拜內 這不是我能做決定的 我要尊重這些專業處理的機關 他們趕快處理 那我想只要有答案立即的來回覆 因為這個國民黨的委員跟趙委說要求要做見識 我沒有意見 但是我們要先釐清說 剛才王洪威委員交給這個法務部嘛 交給部長 我很佩服王洪威委員今天這樣交出資料 但是國民黨委員你們要想一想 你們怎麼沒有鼓勵馬文鈞委員拿到那些國防機率 你會不會太扯遠了 我們今天請尊重我的職學 把我的事情 現在不是你發言時間 把我的問題 你都已經結束了吧 不是你發言時間吧 來來來 你聽我講完 主席 我要請教主席的這個 這是什麼案子 來來來 我就是要對主席的這個 對不對 你根本現在連計時都沒有計時啊 為什麼我講到馬文鈞你那麼緊張啊 我不用緊張啊 我說我很佩服你今天的作為 如果馬文鈞把他任職的國防避案 用這樣的方式在委員會裡面直接拿給法務部 你這麼怕被調查啊 不是好嗎 不是好嗎 曾鈺鵬 曾鈺鵬你在怕什麼 我在怕什麼 沒有 你還沒有聽我講完 但是我們要確認說 這種案子 那他什麼樣的身分在這邊報告 或者說他要調查我沒有意見嘛 要確認這是檢舉案檢舉什麼 曾文燦是被害者 對不對曾文燦是被害者 但是他在立法院裡面怎麼排這種 你剛剛沒有聽我講嗎 你剛剛沒有聽我講嗎 我們先確認這一點嘛 確認說